英國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 幾好重新開放 舉辦了疫情以來 第一個新的展覽 展出的是美國實驗藝術家 布魯斯諾曼的作品 諾曼的創作時間 橫跨半個世紀 風格獨樹一致 主題涵蓋了對身心壓力 等議題的探討 絢爛的霓虹燈光一閃一滅 上面寫著人類天性 物質知道不知道等字眼 而邊傳來詭譎的呼喊聲 走近一看 發現一名男子 同時出現在好幾個鏡頭 不斷旋轉口中念念有詞 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 自從疫情封鎖以來 首度對外開放 展出概念藝術家 布魯斯諾曼的作品 考量防疫措施 策展人員花了七週 才做好前置作業 布魯斯諾曼的創作 橫跨五十年 部分主題隨著時間推移 反覆出現 像是人體字母語言 以及身心壓力等 嘗試的形式 包括霓虹燈 影像裝置 以及雕塑 你會看到一種 叫做手洗衣 平衡 和兩位 照片 展示人 洗衣 很勇敢 用很多 雙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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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展人表示 布魯斯諾曼是許多媒介創作的先驅 如今這類型的嘗試 在藝術圈已經很普遍 也許不像安迪沃和 或是這類型的 也許不像安迪沃和 或是這類型的 也許不像安迪沃和 或是這類型的 草菅迷生那麼知名 但布魯斯諾曼對藝術界的影響 無人可以否認 這場藝術展從十月七號 持續到明年的二月二十一號 記者林少如整理報導